我們講到這個鎖 看到現場好多鎖 到底是電子鎖好 還是機械鎖好 新鎖 新鎖 越新越好 你是說那個新嗎 新鎖 那我們今天就要請專家 幫你把新鎖打開 今天今天要告訴我們 要怎麼樣解開你的心裡面的鎖 真的 大家今天討論很多的 其實大家討論最多的 應該是電子鎖 是啦 現在最多的電子鎖 應該是第一個吧 就是那個所謂的密碼鎖 那你能不能幫我們 介紹一下這個密碼鎖 因為現在建商 其實很多都附了這個密碼鎖 那怎麼樣看這個密碼鎖 到底好還是不好 或者是說 未來在使用上面的話 會不會出現一些問題 好 應該這樣說 剛剛提到的就是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譬如說你一定會看到有這個鍵盤 就是你會輸入你的密碼 然後再加上通常會有指紋 現在大概都是複合式的 只單一種 只單一種方式開門的確實是比較少 如果說像是這種密碼鎖 它有時候是裝電池的 那電池沒電你不會知道 所以你一定得要有一個 但其實現在電池沒電 電子鎖來說 有些廠商它就會設計 讓你可以做有一個外接電源的功能 譬如說像 有USB嗎 譬如說像這個下面 真的嗎 真的有USB嗎 它沒有 現在有做USB 然後它這個的話是乾接點 就是你們在那個 譬如說就是一般的便利商店 會看過那種方形的電池 我們叫9B電池 你就買回來然後接上去 它就會 電池直接插上去 對 你就是插這 接著這兩個的點 那它就是我們叫乾接點嘛 然後反正 你接上去之後 它就會給它一個緊急的充電 充電 對 然後你就可以開 它如果在沒有電的情況之下的話 它是不是還得要有鑰匙 它才開得了 還是說你即便 還是這根本都不用用到鑰匙 其實 我坦白說啦 以我們在看 用到鑰匙的機率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我其實用電子鎖 我就是不想帶鑰匙 你還叫我用鑰匙 那可是問題是 它如果沒有電的情況之下怎麼辦 因為剛剛 那第一個是它會通知你 它要沒電了 就是你用用用用用 然後呢 它就是會告訴你說 它會有聲響 然後它會有圖示 因為現在的電子鎖 都做得很先進 它是會用這個 這個Touchpad的地方 告訴你它要沒電了 然後如果你真的一直忽略它 你如果真的一直不想要幫它換電池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嘛 現在非常多的廠商 它們都會做那個乾接點 或者是剛剛晶晶說的 就是會有人可以用USB 你真的可以用心動電源 去衝它 緊急供電之後 你還是可以開 這個也許還比較容易解決 但是電子的儀器 我們始終還是會覺得說 它可以保障 對 對 我就根據那個消防局的統計 一個偷兒 小偷 平均去偷一間的房子 22分鐘 但是花在門所 花在鎖上面 兩分鐘 它不會開 它是直接破壞 所以我問一個問題 像電子索 密碼索 指紋辨識靜脈 萬一小偷如果是破壞 把這個破壞 你這個不可能說 鐵 沒有辦法說完全安全 它整個打敲打壞 我現在就說 安全的問題 這個怎麼破壞 有沒有防止破壞 應該是這樣說 等一下 就是機械索怎麼被破壞 我們今天有另外一位專家 可能 那電子索呢 我也可以 有人說什麼用電擊棒 或者是大敲它 對 他們說拿一個大磁鐵 就可以破壞掉 對啊 這個是一個它破壞 所以我們都會 一定要建議消費者 你們要選擇有認證的 認證 就是認證過的電子索 那我認證要看些什麼項目 像剛剛提到的電擊棒 確實我們曾經看過 有人用高壓電 因為就有人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怕高溫高壓高吃 他怕這個 對 然後有人就想說 反正你就是電子的嘛 我用很高的電流去干擾你 它可能會壞掉 以前我們曾經遇到過 所以第一 你一定要看它有沒有 就是高 這叫做高電流 電極測試 我們這邊有一張認證表 通常經過這些測試才行 對 電極測試 有撞擊測試 撞擊測試 所以剛剛高科哥說的 是不是用很大的力道去破壞 然後我去敲它 它就會壞掉 這也是一個 對 所以有撞擊測試 對 然後還有電極測試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還會建議看的就是 一定要看的是防火測試 防火測試 對 因為其實 現在建商覆德 你一定就是 他們是一定要通過台灣的消防法規 你才可以裝在你家的門上 他們在做所有的消防法規認證的時候 這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我聽說是鎖家門 一起去做消防法規 現在台灣是這樣 是這樣 我之前有一個房子 也是一樣 用電子座 可是它交來以後的話 經常會故障 結果它說有保固 有保固的話找原廠來 然後原廠來了 他說它的IC壞掉 哇 那又是一個問題了對不對 對 所以它裡面最重要就是 那IC壞掉 那怎麼辦呢 因為電子的東西的話 會不會擔心說 經常會有這些裡面的東西要壞掉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認證部分 我還是會建議看 你起碼要有基本的防生活破碎 對 那以說IC壞掉來講 我只能說 你還是要找有認證過的廠商的產品 我可以問一下 你們能有產品責任險嗎 或者說其他你有故障 保固期多久 比如說我今天講一個例子 我覺得裡面搞不好是 這個剛好拿了現鈔 100萬 200萬在家裡 結果 電子鎖 被開了 那我剛剛買了一些 那我問你錢財損失 然後你是因為鎖的問題 你造成我錢財損失 那怎麼玩呢 那怎麼辦呢 這個應該找那個鎖 不太可能 因為那個是小偷太厲害了 你這個有因果關係 所以問題不在是小偷 我所知道的 現在很多房東 他們都改成那個電子鎖 你知道以前 我們要讓別人進去 就是把那個鑰匙 放在那個花圃 然後再起來 對 偷偷這樣 你知道現在有些房東 裝電子鎖 他就是網路遠端監控 你要那個房子之後 我跟你告訴你那個密碼 你就可以進去 所以密碼是已經這樣 房東人不用到場 這個很省事件 所以改一個程序 就可以改密碼 對 很方便 所以密碼鎖比較重要 那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 像剛剛慶學哥有講說 IC壞掉 那鎖10年之後 就IC壞掉停產 那我要整個 他變孤兒了 會不會有重招 所以剛剛講完認證 就要講售後服務 所以剛剛講到說 你有沒有產品責任險 你有沒有提供所謂的 不管是誰的保固 當然尤其是原廠的保固 因為原廠的保固 通常你就會載民 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保固2年內 3年內 每一家狀況不一樣 但是真的不要買到孤兒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 淘寶上面一支多少錢 對 因為淘寶比較便宜 電子鎖 所以我說 我隨便講好了 這個多少錢 我可以問一下嗎 市價好了 如果我要供一個這個 據我所知 這支是現在台灣未上市的 未上市的 一般如果像這樣子 有密碼功能 有紙禁賣功能的 這樣的話大概 牌價 我們講現在你在PC Home上面 這些你就是現在搜尋 就可以看得到的價錢 牌價大概一萬五千 一萬六千多塊台幣 到大概兩萬多 三萬塊台幣 不等就是看你的功能 但是淘寶上面 就只有幾千塊 可是那個你不敢買 買回來的話 很多人會買 還很多人去買 真的 很多人覺得 裝鎖有什麼難得 所以他就會想購買回來 自己裝電子鎖 待會兒晶晶真的 要教我們裝鎖 對 等一下請專家 教我們怎麼換鎖 對 不過這個 除了指紋的話 還有密碼之外 這一台的話 還有什麼功能 譬如說爸爸媽媽 家裡裝了這個 然後小朋友今天真的忘記 這個的話 你設定了那個指紋 很難忘記 但是在一些譬如說 好 你在台北工作 爸爸媽媽從中南部上來找你 今天錄影delay了 你們本來約好了 七點會再加 但是今天真的delay了一下下 怎麼不能讓爸媽開門口等 是不是 很多時候爸爸媽媽就要說 我去你們家巷子口7-7做一下 對啊 看起來多心酸 這時候如果 你就可以用遠端方式 先幫他開門 怎麼開 他就是一個 就用手機操控 就手機操控 就他的手機APP 你要試試看 但國內嗎 一定要國內對不對 對 我還是不行嗎 其實我們講誇張一點 你在美國可以開台北的 也是沒有問題 美國可以開台北的 對啊 沒有問題 你說沒問題 那我試試看 可是他用 他是用什麼設定 他就是手機的APP 每個廠商他可能有自己的手機APP 沒問題 他的手有連網路嗎 我們知道他又連網路了 對 我手是外面試 對 很多電子鎖 他們自己用自己不同的方法 他們的設定 比如說WiFi或是藍牙的系統 我現在已經走到 攝影棚的外頭來了 我們看到這個手機上面顯示 我家的門鎖是 還是上鎖的狀態對不對 好 來問一下 清雪哥裡面的狀況還好嗎 我這門鎖起來了 OK對不對 你可以盡量開 我密碼已經改了 好 看到了 點一下 門鎖 居然開了 已經開了 太厲害了 他已經直接那個 哈囉 中國怎麼樣 直接開了 直接開了 對 妳老公回來了 還好家裡面沒有什麼狀況 所以其實是遠端 他其實就可以連線了 直接開關鎖這樣 我們剛剛看過的電子鎖對不對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機械鎖現在也很夯 有人就說 我就是不要那麼高科技 那麼炫的 我喜歡classical的那個感覺 對 那機械鎖呢 最常講到就是換鎖問題 我要怎麼換鎖 像這種所謂的歐系的鎖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有一個 對包租公 包租婆 有一個很大的方便 當你要換鎖 就是換中間的這個鎖鎖 這叫什麼 鎖鎖鎖 鎖鎖 它是屬於歐規的鎖鎖鎖鎖鎖 不用整組換 它不需要整組去換它 它都是可以有零件去匹配它的 包括你美式 歐式 當你要換鎖的時候 其實你只需要換它的鎖鎖鎖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下一個房客都不擔心 前一個房客有備份鑰匙 所以他要求說 我要換一組新的鎖 換零件就好了 所以我換鎖鎖鎖就可以 你買一個孤兒 最簡單的方法 拍照片以後LINE給老闆 老闆一拍照片就知道了 這又換下來了 對 理論上鎖心 它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叫鎖心 這裡就空了 對 你看這裡 鎖基本上分三個東西 一個叫做我們中間的這個 叫鎖夾 指它的本體 邊邊的 對 一個就是它的把手 再來就是它的鎖心的部分 所有的鎖 它的結構都是分三個東西來看它 那當你要換這個鎖 你一定有它的原因 可能你的把手壞了 你想要換 那你就換把手就好了 不需要整套的 因為你的規格是公規的東西 你要鎖心 你想要換了 你就把這個換下來就好了 像你拿的這個是歐規對不對 是的 那我是不是跟他講說 歐規的鎖心這樣子 可以嗎 不可以 那你不行喔 對 那要怎麼樣 你必須要給它你門的厚度 因為這個有長短 它有長度的區分 所以這算是比較差比較短 那形狀呢 形狀沒有差 理論上只要是有品牌的東西 不是孤兒的東西 它都會有一個標準規格 對 因為其實在鎖商來講 它也不會去做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它怎麼套到別人的鎖上面呢 他也沒辦法套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偷兒 聽說他們都有一負責的萬能鎖 對 它開的 聽說那一個很特殊的 像這樣的機械鎖 風險會比較大 如果對偷兒來講的話 它反正有一個萬用的 它什麼換都 你再怎麼換它都會開得進去 應該這麼講 如果你是你剛剛講的叫 非破壞性的鎖 我舉一個例子 就像這個鑰匙 它就有可能像你講的這樣 很容易就打開它 因為它裡面只有五個鎖豬 五個鎖豬是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在鎖商來講 它也不會去做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它怎麼套到別人的鎖上面呢 它也沒辦法 請問一下 因為那個偷兒 聽說他們都有一負責的萬能鎖 對 開的 聽說那一個很特殊的 像這樣的機械鎖 風險會比較大 如果對偷兒來講的話 它反正有一個萬用的 它什麼換都 你再怎麼換它都會開得進去 應該這麼講 如果你是 你剛剛講的叫非破壞性的鎖 我舉一個例子 就像這個鑰匙 它就有可能像你講的這樣 很容易就打開它 因為它裡面只有五個鎖豬 五個鎖豬是什麼意思 對 它的缺口有五個缺口 對 但是你如果說像 這樣子的一個鎖來講的話 它的鑰匙裡面有 你可以跟我講五個鎖豬 是什麼意思嗎 還有五個高低的缺口 對 所以它代表 五座山 五座山就對了 對 是的 像這一隻鑰匙的話 它比較特別的 它有13個豬豬 當它有13個豬豬的時候 它怎麼樣拿工具 在這麼小的洞裡面去挑開它 OK 它每一個 而且它的豬豬大小還不一樣 它除了上下缺口有小山之外 它的平面上面還有很多的 厲害... 所以這個的話是比較難 難度比較高的 是 像這種鑰匙就必須有 它的身分證號碼 到國外的原廠 它才能打出這個鑰匙 這不是一般鎖店能打的 對 一般的鎖店 都打不出來這個鑰匙 它沒有這個聖非道 可是我記得我家也是這個 你拿去複製它就幫你做 那這個就有講到一點 它雖然有13個洞 可是它真的可能只有5個洞 各種鑰匙 我讓你來看看 有很多不同的鑰匙 法人員 在那種鑰匙 有10個洞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鑰匙 就是一個很大的鑰匙